如果你现在22岁 然后你完全不知道你到底要干嘛 你就是全世界最幸运的人 哈喽大家好,我是伊安小赖 我是个说中文的印尼YouTuber 也是个中文老师 访问中介,以及坚持翻译者 我身访的很多亲朋好友都很好奇 为什么我从国立台湾大学毕业之后就直接回国 没有待在台湾工作 而且我回国之后也没有在大公司上班 他们都觉得我很奇怪 看我好像我白读了4年的大学一样 我以前在台大即使是读机械工程系的 可是我现在的工作跟机械工程好像几乎没有关系 所以很多人跟我说 你明明有名校的学历 而且是机械工程系毕业的 现在竟然没有待在台湾 没有在大公司上班 也没有当工程师 你是不是疯了啊 虽然我自己其实已经很明白 我当初做这个决定的理由是什么 而且我知道他们做的那些其实都是为我好 但是每次听到他们那样子说 多多少少都会让我犹豫自己的决定 让我觉得 诶,我到底是不是个笨蛋啊 现在我要跟大家分享 为什么我没有待在台湾 没有在大公司上班 也没有当工程师 希望透过这个影片 我可以不但帮助面临一样的 社会压力的其他年轻人 而且还可以帮助未来的我 提醒自己 为什么我当初要走这条路 我当初没有做错决定 好,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吧 我当初选择要念机械工程系 其实有蛮多原因的啦 可是我这边不要讲太多 怕在这里都很无聊 不过基本上我选择念机械系 是我自己想要的 并不是其他人逼我去念的 我觉得我很幸运的啦 不管我想要念什么系 我爸妈都会很支持我 那我在台大读机械系 说实话真的很辛苦 我记得以前每次考集中 跟启蒙考的时候 我都会跟我的朋友 一起熬夜念书 一直念到凌晨三点 而且我还会偷偷去睡我朋友的宿舍 因为他的宿舍里学校比较近 所以这样子我就可以睡久一点 虽然很辛苦 但是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我不但学到了很多 机械上关的知识 而且还磨练了工程师 所需要的逻辑思维 此外卫教了很多 来自世界各地的新朋友 认识了很多人超好的教授 了解了他们的背景与文化 那四年真的充满了很多美好的回忆 所以我觉得我念机械系 是完全没有后悔的 我的确没有白读了四年 不过 如果你现在问24岁的我 这些工程是不是我想要从事的领域 那我会说 不是 我以前读大三的时候 决定在台湾的摩坚公司做实习 当了一年半的工程助理 那里的人都对我很好 而且待遇也很不错 可是透过那四年的体验 我后来发现 这条路不是我想要走的 虽然这些工程真的很有趣 但是我没有爱他到我早上一起床 就马上想到他的那种爱 你懂我意思吗 我觉得你在大学念的科系 并不限制你未来一定要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你自己想想看 一个18岁完全没有工作经验的高中生 怎么可能可以决定他这辈子 到底想要做什么样的工作呢 OK少数的可能可以啦 good for them 可是大部分哦 不可能啦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真的想要跨自己的领域 那就跨吧 不要怕 不要因为听别人的意见 而浪费几年的时间 去做你不喜欢的工作 人生只有一次 不要留下遗憾 就像Dude Man说的 你做任何改变 都一定会有它的代价和风险 不过更重要的是 不去做的代价 那就是后悔 我离开台湾的原因 并不是因为我不喜欢台湾 其实我真的很喜欢台湾 我觉得台湾人非常友善 大部分啦 然后那边的环境很舒服 要做什么事情也都很方便 所以我这里要诚信一下 那我离开台湾的主要原因 是我太晚做自我探索 我是快要毕业的时候 才开始认真的去想 我到底要做什么 我应该这些工作吗 要做哪一行呢 去哪家公司求职好呢 还是我先读研究所好了 这些都很需要时间去好好思考 可是因为我毕业之后 就得离开宿舍 在外面住房子 那对印尼人来说 现在台湾的房租跟生活费 已经不算很便宜了 所以我就决定回应你 然后在这里好好想想 我到底要走哪条路 这绝对不是因为我的成绩很差哦 我的成绩其实还蛮好的 有的人说 考上台大是梦想成真 可是也有人说是噩梦成真 怎么说呢 就是台大毕业生找工作 的确是比较容易的啦 没错 可是你考上台大之后 你会发现别人对你的期待 会增加好几倍的 就感觉好像你以后一定会做很多伟大的事情一样 很多人会跟你说 哦你是台大学生哦 哇好厉害哦 你以后一定在大公司上班 然后在那边往上爬 不这么做的话 那就是浪费你的学历耶 其实我以前刚毕业不久 有去亚加达求职过一次 是一家大陆很有名的监视器公司 当初我的想法是 印尼因为治安方面 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所以想说高科技的监视器 在印尼应该会发展的不错 所以那时候我就求职看看 那时候我觉得面试其实还蛮顺利的 可是我后来就没有收到任何消息 过了两个星期后 我决定再联系他们 然后他们跟我说 总部目前还尚未决定要不要录聚你 所以你可以先去别的公司求职看看 我知道被拒绝是很正常的啦 你们现在一定想要酸我说 干你才被拒绝一次 还敢抱怨吗 妈宝 我知道 i get it 可是当你每天听别人对你说 哦你好厉害哦 考上台大 找工作一定会很容易的 你的前途一定是很光明的 然后你被公司拒绝 你会觉得你的自信好像有一点破碎了 后来我在YouTube上看到了一个Gary V的影片 叫What to do after college 他那里有讲到一句话 让我感到印象非常深刻 他说啊 如果你现在22岁 然后你完全不知道你到底要干嘛 你就是全世界最幸运的人 怎么说呢 虽然你没有工作经验 但是你拥有了全世界最宝贵的东西 那就是时间 而且是黄金时间 你还很年轻 又没有什么负担 你还有机会去多尝试 多探索 多了解自己到底喜欢什么 如果你现在已经40岁 有了孩子 可是你不喜欢你的工作 不好意思啦 你已经几乎难驾了 我觉得Gary V说的话真的很有道理 所以我就听他的 我就多尝试很多不同领域的工作 我学了保险 当了学校录影老师 教了中文 卖了房子 拍了YouTube影片 做了翻译工作 后来我发现 我刚刚讲的最后四份工作 是我最热爱做的 所以我才决定继续做到现在 要是我当初没有跳多舒适圈 没有多尝试 没有多探索 现在的我一定不会知道 自己到底喜欢做什么事情 可是 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改变 我现在才24岁 我当然以后还会继续尝试其他的事情 五年后的我会在哪里工作 谁也不知道 连我自己也不知道 可是 至少 我不会留下后悔 因为我知道 我所想要尝试的 我都有尝试到 好 以上是我的分享 如果你觉得我讲的有道理 请记得点赞 然后把这个影片 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们看 好 我们下次再见咯 杨小赖 Peace out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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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